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作者是法国的提利 翻译谢惠心 这本书呢是由米奇巴克出品 华宝来给你讲啊 我是老大 在遥远的法国啊 有一座乡村 这个乡村里有一所学校 而这所学校呢 有一个中庭 在这个中庭里 有一个孤孤单单的小男孩 他的名字啊 叫吕西安 可是 以前不是这样的 吕西安有一大群朋友 而且他还是大家的老大呢 这群朋友包括安娜 班 朱蒂 杰鸿 拉鸿 罗克 马尼 卡丽和马蒂 不过呢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想知道为什么吗 事情的经过呢 是这样的 有天早上 学校来了一位转学生 他叫做嘉丽 于是 拉鸿对嘉丽说 欢迎他加入这个团体 以后呢 大家就可以一起玩了 可是吕西安并不想 拉鸿问说 为什么 你不想和他玩呢 吕西安有点不屑 因为他不是法国人 你怎么知道 拜托 你的眼睛有问题啊 他是阿拉伯人 那又怎样呢 阿拉伯人 也可以当法国人呢 阿拉伯人 和我们不一样了 和谁不一样啊 和你 和我 都不一样 那又怎样 吕西安 你和我 不是也不一样吗 啊 是你不一样了 吕西安的语气 开始变得神经质 拉鸿说 是吗 再见 听完吕西安这么说啊 拉鸿拿起书包 转头就走 嘿嘿嘿嘿嘿 你要去哪里 去找不一样的人 这就是 为什么 吕西安的朋友 少了一个的原因 马尼 慢慢地 靠近吕西安 为什么你要说 拉红和我们不一样呢 拜托 你没听过 他爸爸说话吗 他说中文 马尼吓了一跳 那会怎样 如果想当我的朋友 那他爸爸 一定要会说法文 那 我们的爷爷 是不是 也要会讲法文呢 对呀 还有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奶奶都一样 哦 我爷爷 只会说葡萄牙文 再见 马尼 也转身离开了 吕西安生气地说 哎 就是这样 外国人 和外国人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 吕西安的朋友 少了两个的原因 这一次换 安娜 朱棣和卡丽 这个团体中的三个女生 慢慢靠近 吕西安 你在说什么啊 我们才不在乎 马尼的爷爷 不会讲法文嘞 假如他的爸爸 不会说法文 我们也不在乎 如果马尼 不会说法文 我们也会教他的 吕西安把手插进口袋 摆出一副威胁的样子 关你们什么事 你们这些女生 闭嘴 吕西安 老大先生 吕西安 一个人犯嘀咕 哼 走啊 就是这样 走得好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就是为什么 吕西安的朋友 吕西安 我不要你 再当我的老大了 随便你啊 大胖子和女生 还有外国人 统统在一起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 吕西安的朋友 少了六个的原因 吕西安很生气 他摆出老大的样子 叫罗克和马蒂过来 哎 你们两个 去把这些小人打一顿 罗克和马蒂说 呃 我不喜欢打架 我也是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胆小鬼 那你自己去啊 我们比较喜欢和他们玩 罗克拉着马蒂也走了 胆小鬼 娘娘枪 哼 这就是为什么 吕西安的朋友 少了八个的原因 杰鸿一直在吕西安的旁边 看到了全部事情的经过 他很欣赏吕西安 能那么大声讲话 而且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可是他也很怕吕西安 尤其是当吕西安的拳头握得紧紧的 眼睛散发愤怒的火焰时 就像现在 于是 杰鸿也想悄悄地离开吕西安 却被他发现了 却被他发现了 喂 你去哪里 嗯 我们只剩两个人而已 所以呢 你也要抛弃我吗 不 不 不是 可是 我 我 杰鸿慢慢地后退 吕西安愤怒地大喊 滚开 叛徒 这就是为什么 吕西安的朋友 少了九个的原因 已经没有人 要跟他一起玩了 吕西安失去了理智 他爬上了一张长板凳 大声地喊着 我才是老大 我才是你们的老大 这时候 转学生嘉丽 走到了吕西安身边 对吕西安说 你就像是一只害怕的狗 在大叫 下来嘛 和我们一起玩 可吕西安继续地大吼大叫说 我才不要 你们和我不一样 嘉丽叹了口气说 好吧 随便你了 这就是为什么 在这个国家的某个乡村的某个学校的中庭里 吕西安孤单地和唯一一个和他一样的孩子一起玩 那个人啊 就是他自己 好了 小耳朵 今天的故事啊 华爸给你讲完了 这个吕西安啊 可说是自作自受 对吗 他觉得外国人 女生 胖子 都不能做他的朋友 到最后呢 他真的 一个朋友 也没有了 我们也不应该 因为一些人的种族 性别 身材等原因 就瞧不起别人 甚至霸击别人 甚至霸凌别人 这就叫做歧视 这个社会呢 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当你歧视别人 就没有人要跟你交朋友 自己啊 才是最孤单的 那么 那么你都怎么交朋友呢 如果你是吕西安啊 你会怎么做呢 来底下留言 跟华爸来分享一下吧 我们留言里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问